人权律师西蒂卡辛协助一名面临家暴问题的女子 没想到自己却也因此而被警方扣留 西蒂卡辛昨晚8点在推特贴文 表示警方破门硬闯她的住家带走一名被家暴的女子 她和律师团队随即赶往嘉莹警区总部了解情况 不过经过一轮交涉后 警方表示要扣留她协助调查 根据西蒂卡辛日前在脸书贴文透露 遭遇家暴的当事人几个月前已经是向她求助了 后来决定离家出走并暂时住在西蒂卡辛的住家 当事人的母亲因此报案 指控自己的女儿精神有问题和信仰动摇 雪州宗教局在过去的星期四也曾经盘问当事人 以及带她到医院进行精神测试 没想到对方母亲再次报案 声称女儿被西蒂卡辛在医院捕走 另一段视频也显示 当事人亲自为西蒂卡辛喊冤 澄清自己没有被绑架 这不是真实,这不是真实 她没有被判断我 她没有被判断我 那是骗子,骗子 你看到,被判断被判断被判断你 然后你没有听到被判断被判断 什么被判断的被判断呢 雪州刑事调查主任法资而澄清 警方只是在主差办公的罪名下 逮捕西蒂卡辛 没有较早前传闻的绑架罪 目前警方还在深入调查 才会决定下一步行动 NDP7综合报道